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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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大时代我小显 今天是6月28号礼拜一 今天台股又涨了 涨了87点 不多也不少 希望你会满意 我们今天出清了一些股票 包含金豪科 因为没办法 金豪科四天涨了三十几块 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那大成钢呢 涨停板 老师你会不会卖太早 其实也不会 我个人认为不会 因为有些会员买三十几的 四十也有买 四十三也有买 今天五十二块多了 那先卖一趟好了 因为我做股票是为了要赚钱 对不对 我带会员做股票是为了要赚钱 不是要去赌说 我的看法对不对 我是怎么样 当然也有可能对 也有可能错 我 是不是知道吗 那如果不对劲的话 我们可能明天就买回来 也有可能啊 那薇冈今天涨停板 我就说 这也是该还他个公道 事实上他持有长荣海运 一万四千多张 这个你也知道 这我也给你公开了 他公司在公开资讯站上面也公告 他有买一万四千多张的长荣海运 成本在六十多 现在今天长荣海运一百七了 那你计算机拿出来算一算也知道说 到底啊 薇冈有赚多少钱 其实你自己要很清楚 做股票呢 就是为了要赚钱 你看我节目呢 为了也是想蹭一下 然后也赚一点钱 不敢保证说 像其他老师什么什么 每天都涨停板 涨停板都画一整排的 我说真的很厉害啊 这好棒棒 但是你要搞清楚 现在的格局走到哪里 今天涨了87点 没有以最高点作收 但是你要去看 其实你要看清楚 这个盘啊 从大跌之后 反弹变回升之后 他已经来到了历史高点 一万七千七百零九点这附近 已经差一百点 已经差一百点了 接下来 不是没有风险 中午要一定有风险 但是风险会 那个层数越来越高 你自己要看清楚 对不对 那你整天想一些 有的没有 其实也没有用啊 就像我每天也是幻想说 哎呀看可不可以打到 不要说BNT疫苗啦 我也会幻想一下说 那莫德纳也可以嘛 那不然AZ也可以啊 可是我就是不想打高端 也不想打联雅 可是这个政府就是不给我们疫苗嘛 你懂为什么啊 诊所医院那个有残疾一点点而已 他就不去管理 他就搞得全台湾哦 大家来去抢啊 报名啊 然后呢 要干嘛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我告诉你哦 有门路的人就是可以寻这个路径就钻漏洞嘛 他就可以先打了 对 然后打了以后 然后就是上面注记一个残记 他就是要搞一个小漏洞出来 让有能力的人去钻 然后在干嘛 你知道吗 在每天三不五十媒体上就说 哎呀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反对党啊 那个谁谁谁啊 已经打了 他干嘛 顺便打压一下政敌 哎 投资朋友 从头到尾 老百姓没有疫苗打是谁害的 你搞清楚对象了没 哎 每个人想尽各种方法去打疫苗 或是出国 其实只是人性的发挥而已 因为大家想要活命嘛 谁管你是什么党 你有钱也没用啊 对不对 你要打了疫苗才可以保命啊 为什么要搞这一套 我跟你讲 这些人真的很坏 坏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想就好了 我直接讲 这些人坏到一个程度了 你一定要把他记住 到底是谁害我们 走到这个阶段 疫苗老人跟老人抢 抢来抢去 然后各阶层 社会上各阶层的人 斗来斗去 为什么 就是为了要疫苗 打疫苗 因为想要活下去啊 那疫苗为什么从去年采购到现在都 都不够啊 都说买不到 什么国际压力很大 你讲给鬼听啊 我跟你讲我不接受那些理由 因为我看得懂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所有的市面 就像我看得懂 这个牌在干嘛 你等喷出了 才要翻多嘛 那我问你 如果明天就下来呢 为什么要为了国产疫苗 牺牲这么多的老百姓 假讯息 假讯息打脸 假讯息 整天在看好 昨天联雅又解盲又成功 你看得懂吗 然后每天都喊 有人不让我们国外疫苗进口 到底是谁 到底是他还是他 你讲出来 所以我跟你讲 事情我都看得很清楚 只有那些傻瓜呆子 整天在那边说 我爱台湾哦 我爱极其音哦 我跟你讲 那你继续极其 你继续极其 你就继续极其啊 那不然呢 我没意见啊 那你现在要打疫苗 你只能干嘛 改行啊 去开计程车啊 计程车搞不好 计程车司机可以先打 要不然去睡公园嘛 对不对 把自己弄得很脏啊 睡公园嘛 然后被警察抓去 有时候啊你因为你是游民 所以可以先打 那不然呢 那不然你要是权贵啊 你要是某家医院的董监士 对不对 或者说某一家的医院的采购 你跟那个常常要进出医院 对不对 要不然你要是什么 医师护士 药剂师 你都不是 你跟我一样都不是 那十一类列出来 我就什么都没有啊 我就不伦不类啊 那我请问一下 每年缴那么上百万的税 请问一下我交给政府 交心酸哦 所以我跟你讲哦 如果你跟我觉得跟我一样的话 我跟你讲 真的 要靠没眼神啊 我也直接讲啦 这些去搞疫苗的 国产疫苗的 最后的下场 也不会好啦 我跟你讲 也不会好 我也直接诅咒他们 不会好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我直接告诉你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你不要觉得 你什么技术分析 什么会有效 当初 基亚解盲失败 连续19天无量下跌 跌停板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哪边 就是为了这个 这次是为了这个 你要看清楚 大盘也是 你要看清楚 从这个转折点到现在 涨了几天 你知不知道 走到这里 已经面对了前波的高点 现在会员你就会觉得说 那老师今天掌停板 叫我卖大成钢 158 159 但我卖金豪科 好像是对的喔 我跟你讲 对不对不重要 重点是 我们实际是赚到钱 而且白口袋 我要的是那种感觉 白口袋 我同样有钱啊 搞不好过两天大跌 我再买回来啊 对不对 我说搞不好喔 如果大跌的话 我还说还有钱买啊 那你有钱吗 观众朋友你有钱吗 还是你今天才在买长龙海运 啊 170块 还是说你今天才在买万海 300块 台办我们今天也出喔 那感恩啊 感恩法人的拉台 我们先获利出场 我应该是卖在最高点 会员受到抗讯的时候是试驾卖了 我们应该是卖在最高点了 那我们是礼拜四买的58 绝对买得到 因为穿价成交 绝对买得到 这我们卖掉 卖掉要交代啦 不能说老师那你卖股票都不讲 我讲不讲其实也不重要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欺骗过你 我没有欺骗过观众啊 那讲不讲也重要吗 你为什么不参加会员 人都有贪钱啊 我就是有贪钱的老师嘛 这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同志 我们买多少 170 180 出多少 26 7.5 全部出 为什么这边选股票 金豪科今天卖出 为什么 四天价差30块 你自己看 其实不是30块 是快40块 问题是我们是以我们成本下去算的 我们成本是129 成本是129 这很清楚 这白纸黑字 这你也看过了 买完跌下来 买完跌下来 不紧张 不自己下自己 上来出 很清楚啊 但是这四天不止啊 长得不止啊 当然你说老师啊 我跟你说哦 你哦 叫卖出之后就跌下来 你不能跌下来也说我害的吧 这个人也太不要脸了吧 对不对 我卖在最高点 跌下来 你要说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 会买股票不是筛肤 会买股票的就是筛肤啦 筛肤中的筛肤啦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 筛肤中的筛肤啦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买股票就下来 有时间吗 我没有买最低点啊 买完也是往下跌了一下才上来 威工 上礼拜还在加嘛 今天111耶 98你为什么不买 100 100 100 我刚才不要卖啊 他才涨第一天而已 为什么要卖 对不对 我给你推荐的建仓 你看17块 啊不然这股票不去啦 我跟你说老师 我跟你讲一开盘就涨你买 我这边买了怎么跟你讲 我说这个 ABC一定会上 可是在CB的过程中你要忍耐一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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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也是啊 这我推荐啊 这运创今天开盘也是涨停板啊 这我在这边买的 你自己看 一开盘两分钟就涨停了 我就跟你讲不锈钢 来你看你自己看啊 我就不拿之前的图卡 我是在这边嘛 你看 现在在这边 我们拉起来是出了啦 那今天创新高我也没说我还有啊 我说我们已经早就出了 这是属性啊 对不对 大成钢 今天卖涨停板啊 锁10万张 你不要跟我讲卖不掉 怎么样你买300万张是不是 对不对 涨停板锁10万张 卖掉 为什么 老师我跟你讲 今天钢铁股全部都 几乎都涨停板 你要卖钢铁股 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直接跟你讲 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事情绝对不是傲人想的 这么简单 我希望你真的懂我在讲什么 事情绝对不是傲人想的 这么简单啊 了解我意思啊 我不一定100%对 但是我跟你讲 你看哦 今天卖大成钢 来仔细看 今天卖大成钢 好那我问你哦 现在反过来问你 那你这里为什么不买 你这里为什么不买 那你这里为什么不买 突破了你为什么不买 那你为什么今天这边才买 同志也是啊 为什么你这里不买 为什么我这里在卖 你在买 这个是我跟你之间的差别 你懂为什么 你来市场也是为了赚钱 你甚至来参加会员 你也是为了赚钱 不是吗 你好好想一想我在讲什么啦 想跟着我一起来操作的 等一下我们进广告有服务电话 欢迎你们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到现场 再见 收捕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 互你同在 188防疫尊爱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影业头部守护专线 02-551-3366 2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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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附直播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551-3366 水扫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 投资观众朋友 上半场节目你也看了啦 老师今天卖了大成钢 卖了金豪科 那也卖了台办 也卖了建长 那你说老师 那你都在卖股票 你是不是觉得怎么样 我说很简单的道理啦 我现在我们带了会员 我们就是赢定 进可供退可守嘛 我手上有现金 可是观众朋友 你呢 你是这个状况吗 然后再来 你打疫苗了没 我打不到啊 我一定会心生怨恨嘛 为什么这个政府没有照顾到老百姓 对不对 我11类我都排不到啊 不然你就要像我上半场讲了 你要嘛就是假装游民嘛 但是你可能要去公园睡个三天一个礼拜 要嘛你就要去改行 去开计程车嘛 因为计程车搞不好 那个比较前面你懂我意思吗 大众运输业者 也可能 公车的司机 也可能先打 对不对 不然你要怎么办 把自己的肾搞坏掉了 然后变成说 我是喜胜患者 所以我可以先打 好像很不必要做成这样吧 为什么这个政府要把老百姓搞成这样呢 真的每个人都叫苦连天啊 我们家的小孩子整天在问说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上课啊 爸爸我好想回去跟同学一起上课哦 我要怎么回答 你真的要逼所有老百姓都跑出来骂三字经 问候他 祖公十八台 这样才可以吗 我希望也不要这样子吧 你连出家人那个词剂都还刁难 都已经逼出家人出来要跟你呛瞎了 你这个政府真的很过分 整天还在那边搞 有人不让我们买疫苗 你不下单 你怎么买得到疫苗 请问一下 你合约是什么 拿出来全国老百姓看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去买 然后再来 有人不让我们取得疫苗代工 你没去跟人家谈 人家才 有意愿而已 你就给人家说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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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们自己回绝人家的 然后每天你黑白乱讲 黑白乱串 之前把这次疫情的破口 说什么是万华 现在万华的人反弹了 说双北 那我问你 现在Delta病毒进来了 请问一下 你跟你说你是冰冬的女孩 请问一下你怎么处理 请问一下 借着一些事件 然后一直在打压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一直在打压在野党 都叫人家都不准讲 这样可以怎样 本事太平还是怎样 继续说你的顺时钟好棒棒 大笨钟的大笨钟的顺时钟 加入我们团队不用钱 不要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吵说什么 哎呀老师你帮帮我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在我们赖上面做一个活动 结果呢 有推荐一档股票 你那边吵吗 要去掌听 气死我了 然后后面又开始一堆人留言 老师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啦 我跟你讲你还有没有秘密武器 我知道你武器 一定准备两三套以上 今天没有长 没有长要开始在后面碎念 怎么样啊 你怎么样啊 你管我怎么样 你管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有什么好怪我的 来我跟你讲 他的坐线模式 来我再讲一遍 我只讲一次 拉长红吐起来 长黑隔天涨停涨停涨停 洗下来之后 又长黑又涨停涨停 洗下来 这一次不收缴了 不长黑了 直接拉尾盘 结果隔天跳空涨停 他都这样搞 洗下来就涨停 今天这样洗下来长黑 我跟你讲 又倒霉了 又倒霉了 我跟你讲 如果明天又涨停 我又被骂 那他的股性就是这样 你怪我 那明天又涨停 那也刚好而已 因为离我们讲的目标价还有一段距离 是不是谁做的 不是我不帮你呀 是你不会划钱呀 很多人没划钱呀 对不对 这两股票你要注意啊 台湾没有疫苗啦 Delta病毒现在进来了 我今天在LINE上面推荐的就是这一档 K线图也给你看 你刚刚有看到了 你就知道说我讲的是真的 而且今天没什么涨 你不要开始跳空涨停的时候 说怎么 老师我跟你说 有啦你们助理有 有跟我讲 我跟你说我好倒霉 你好欠揍 你好倒霉 每次都讲这种话 今天没有卖股票吗 我跟你讲 今天我还卖了不少的股票 我会卖股票的 懂不懂 刚刚K线图那一支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你想不想再看一次 不要 我不给你看 今天我这一档买两次 因为他也是模组 模组的你要看喔 威刚上来的 对不对 金豪科冲出去了嘛 对不对 好啰 那你要注意喔 这一档 前波我有做啦 前波我们有赚到啦 赚很多啦 那这一波又来啰 你不要没跟上 你说 老师礼拜五你没有上车 我说今天全部都让你上车 每一个会员都有上车了 好 祝你大赚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